这次在某个意义上一直是中国政府的坚强后动 所以说 这个世界卫生组织面临一系列的批评 那么呢 这个即使在世界卫生组织 面临中国的这个疫情继续发展情况下宣布了国际卫生 紧急关注世界 他仍然说 你不要去 搞这个贸易和旅游的限制 那么呢 那我们知道美国在某个意义上是跟世卫组织发出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他把这场危机看得比世卫组织要严重 因此呢他采取了一些行动 例如说啊 限制中国公民啊 在入境的这样一些措施 那么现在那个这个入境限制措施采取之后呢 世卫组织又出来说话 他说这个最近的最新的是世界卫生组织全球 传染病风险遇险部门负责人布里安 说呢现在还未出于大流行 只是零 武汉现在的事件呢 只是临时的外出 溢出病例 因此呢他们 说现在 不要搞这个 那个要希望调整这个 中国的这个政策 那么现在问题再来了 就是说现在为什么美中关系危险第三者呢 就跟我们上面那个话题有关系了 本来这个是因为贸易关系 中美之间就打得不亦若乎 再加上这个疫情中国政府又说美国政府在这里头没有底线 最后呢世卫组织又来加了一道 因为 中国政府打这个美国的时候就说 世卫组织没这么建议呀你为什么这么干啊 所以说世卫组织现在成了中国政府又来打美国政府的一把工具 王博士你怎么看啊 我是觉得呢 世卫组呢有他特定的信息渠道和他的角度 我已经讲了 他接触中国的专家呢 这个中国专家好像还是可以的 是胜任的 那么呢他就跑去见了习近平 习近平呢 你知道中国的官员就是 人话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见官说官话 见老百姓说老百姓的话 所以说呢 他见了世卫组 他表现了一番很诚恳的意思 世卫组这个人呢又觉得好像中国政府看不什么破绽 他当然不知道习近平在大年的二十九时候一个什么新 这个新春贺词让大家保持祥和气氛 那在这时候呢在中国定于一尊啊等等这样子这样 实际上低层官员是不能讨论疫情 而且要控制疫情造成的恐慌情绪 就是要抓医先的医生啊等等那些 这些呢我觉得他都看不懂 但是呢美国的政府呢 他们在里面有他的人 有他的眼线 有他的 他们很多人就生活在这个环境中 他们的不安全感很强 不安感很强 他们就采取措施 但是你也没见美国的政府就去打世卫组织的脸对吧 我们中国很多人还是要问责世卫组织 但是美国政府就是我做我的 我说我的我做我的 我根据我的信息 为我的国民和官员负责 我去做我的 至于你世卫组织你怎么去说 怎么去跟别的国家去提建议 那是你的事 这个呢我不去管你 但是呢当然另一方面呢 也有人也有一个信息透出来啊 就是说世卫组织 因为他这个政府提供中国的政府的官员强烈的反对 他们采取一些就当年像SARS那样 宣布中国是一个什么什么区域 这样的话世卫组织呢 在很多的这些都是政府官员嘛 他们就也对照顾了中国政府这个面子 所以做了一些探论 但是呢 我也看到一些专业上的分析 就是这些专家组织在谈这个 这类传染病之后好像他们也确实是 没有像美国政府的这么激烈的看法 可是我还是要说一句 专家看这些问题 我并不了解那些国家实际的治愈情况 就是一个疫情对人类有没有灾难 我说是两块 我始终想要一块 是疫情本身的发现 专业上能不能控制这一块 第二 那么这个政府是不是真的去控制 有效的控制 还让它被事实上泛滥执灾 不一定说故意啊 事实上泛滥执灾 那就是说我觉得世界各国政府处理这类事 考虑是后者 他是不是会串来承灾 而专家谈的大多数都是前者 所以呢 我觉得美国专家那个建议 今天开始有一个人他很激动 他说他能不戴口罩 王国瑜是互者八道吗 这个我讲是专家意见 你不要跟我吵就美国专家去吵 这个呢 这个我可以同意你也可以同意 要我说和平你说乳患病 你是我说的 我说我放的都可以 这个不重要 最重要是这个疫情怎么犯了执灾的 戴不戴口罩这个事呢 这个小费 最主要是疫情怎么犯了执灾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呢 中国政府的做法 因为对世卫组织 传递的专业信息 和 实际对中国老百姓制议的 这是两套做法 在这个上的这个落差导致了 美国政府和世卫组织 对这个问题的不同评论 这个现在毫无疑问就是说刚才我谈到了就是世卫组织啊在这里面扮演这个角色 他是不是很危险为什么我这么认为呢 因为他加在了两个大国之间 而且他的这个角色被用中国政府用来打美国政府 我的担心是什么呢 美国现在川普政府一再的要退群啊 对不对啊 他甚至说 他危险是你可能联合国什么都要退 他会不会就要年世卫组织也退了 我对我特别担心这样一个后果 所以说听你详细听你学先生的意见 我想这个世卫组织他不管是吧他是一个人道组织 这个人道组织 应该 跟这个气候软化啦 跟这个其他的这些这个 不是跟的人道这个直接关系的 这个 我想美国在这方面他们应该会有 会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考虑啊 那么 同时 世卫组织其实他里面很多的一些技术部分呢 还是仰仗美国的这个专业的这些专家 来支持的 那么在当然也包括了这个欧洲的很多 还出钱呢 同时美国也出钱 所以 世卫组织对美国而言的话 美国在世卫组织的说法分量还是 很强的 不过这个世卫组织这个就 就成如 成如您刚刚所说的这个是 过去以来 他是这个 看北京的脸色 他也是 也是经常让人有这样子的感觉 尤其是这个在 从上一个 上一个秘书长 一直到现在这个秘书长啊 那么都是在 世卫组织呢 都是 以北京的主要的这个论点呢 所以组织通常 也都是这个跟从 这个北京的论点 那么这一次 世卫组织现在把这个有关 武汉的肺炎 他现在升级是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那么在这个还没有到一个国际的 这个必须要警 必须要警告的这样子的一个程度啊 这个 目前 这个有关的这种的这个 病菌呢 现在已经传染感染到有24个国家 那么 最严重的现在还是美国 美国现在有11个例子 216个仪式 对 所以 所以最严重的还是在美国 那么这一个 我不知道 世卫组织会要等到什么样的一个国际传播 然后才会这个作为一个 最严重的 这样子的 到现在他们说是零星 还说是零星 还是零星的 对 所以 我 这样子的标准 我不晓得是到什么 什么时候啊 不过在这一次的世卫组织的一贯的 他是 对北京的 这个 对北京的这个 发言跟北京的意见呢 他是非常尊重的 特别是包括了 在台湾在内 台湾 那么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一直在争取 希望能够作为世卫组织 至少能够做一个观察员 不一定是 成为会员国 因为这个至少做一个观察员 因为台湾也是一个地区 而台湾这个现在 在这个地区上面这个跟在中国的这个卫生系统啊 还是有相当大的一个隔离 所以这台湾一直争取 希望能够加入 社会组织 能够成为社会组织 至少也能够在这个观察的这一部分 但是社会组织即使如此 也仍然是没有做还没有同意 所以呢 这个台湾也非常着急 所以我想这个社会组织 他这个在某些政治的 这个方面 他是 特别是对于这个出钱出力的这个中国方面 他的意见呢 他是完全的完全的这个遵从的 呃我想这个要要社会组 但不过社会组织他有他的贡献 我们不能否定 他都不能否定他的贡献 他的卫生专家 他的在医学专家以及对 世界各种的这种流行病或者是 一些重大病痛的这种的这个评估啊 他还是有他的公正性 各位网友啊 这是我们明镜电视的今天大新闻 那么这个节目的主持呢 现在是我陈小平 那么 这个两位嘉宾的一位是王君涛 一位是薛冲阳 今天我们进入了最后一个话题 那么最后一个话题讨论完了之后呢 我们会开放我们的时间 供观众打电话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什么问题都问了 现在有一位观众